我怎么最近在我的朋友圈好像得到一种新理论 就是有些人拿国外的人写的书 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粮食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是一个面 尤其特别是面食 甚至有人就是有一个医学家写过一本书 他认为这是糖尿病的一个原因 就是人类摄用的好多这个淀粉 认为这是糖尿病的原因 甚至是现在发展到认为很多的这个中风 这个脑中风 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 跟这个都有关系 所以现在就是我周围很多哥们都改了 不吃主食 就是吃肉吃菜 吃肉多了好吗 两种书都有 两种理论都有 对说吃肉多不好 这我体验过 我跟您说点小亲身经历吧 您刚才说那个 曾经现在有种减肥方式叫生酮减肥法 就是碳水化物基本上不吃 就吃脂肪蛋白质 然后鲜肥素 喝大量的水 然后我 以我的精神体验啊 碳水化物确实是 以非常高的速度会转化成脂肪 但是当我摒弃这些东西以后 我能就恨不得宇宙颜可见的速度 开始往下降 这个体质率往下降 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 两点不好 第一点就是嘴里出怪味 嘴里无铁锈味 然后呢 第二点呢 就是脑子不太好吃了 我就在不吃碳水化物的一段时间里 我经常就不由自主进入发呆状态 就双眼没焦距了 其实脑子要想运转 脑子要想运转 它无论如何都是需要点碳水化物的 或者说里边转化为糖分的东西 是的 我第一次去重庆吃那个那火锅 那个比较有意思 没见过 咱北方人 第一个 那时候夏天最热的时候 那时候没空调 所有人都光着膀子 照广吧那儿不够 光着膀子还不说吧 谁不认识谁 这桌子一去呢 上面有格 九宫格 九宫格 其实不是九宫 是明明拔个格 然后呢 我跟另外一个人往那儿一坐 太热了那天 辣椒浑身就湿透了 我就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好在还算一文人 不能脱衣服 吃 这一涮呢 他不会涮 他那格就上面这一层是个格 底下是钻通的 对 所以得钻中 一涮呢 没了 跑那屋去了 旁边那哥们 那里头去了 那哥们拿起来就给吃了 我这不太好意思说 你吃那是我的呀 人家不管是哪格里的是谁的 真正讲究涮呢 是不能离开这格 那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吃吧 把我呛的呀 因为没有想准备 太辣了 当时呛的 眼泪鼻涕一块流 那是我吃的 就是第一次吃这个麻辣火锅 全是红的 没有什么鸳鸯锅什么的 而且上面厚厚的一层牛油 牛油 重庆是牛油火锅 必须的是牛油 重都的就不是牛油吧 重都的叫清糖火锅嘛 清油锅 这叫牛油 他那个永远不换 明天点热了还是他 这一辈子也不换 过滤一下 老汤 老汤 老汤是有道理的 这个 这个 其实这个 地后油有道理吗 当然有 他 他所谓的香味分子 他是可以不停的分解 不停分解 你 就是去那种清糖 清糖的糖底的店 你一定是晚半个小时 要比别人赚了 因为别人吃到的是那个 是那个最最开始的 是不香的 他要要不停的加热 所以百年老汤 他是有道理的 喝别人的洗脚水 是更好吃的是吗 对对 他这说让我想 但是你看你跟广东人不一样 你看我在香港 广东人他好像喜欢 就是你们这纪录片里讲的 新鲜食材 那真是这清水啊 这个新鲜食材 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 他要的是食材的原味嘛 对啊 四川人 重庆人 他要的是那个 火锅底调的味道 就是所有的 其实你想一想 猫肚 黄猴 鸭血 猪脑 这些东西 你真正的烹制了出来 他没有那么好吃 本身都是打碎 对吧 没有那么好吃的 而且呢 有可能会有 刺鼻的味 有意味 对的意味很准确 有道理 他只有在这个里边 锅一下 还有一种是 潮州牛肉锅 在我们那儿也很火 对 他那个特点又是什么呢 那个就是 其实就是 他是用牛身上 极少的一部分 六分之一的肉 才能切成 这个涮火锅的 这种肉 其他的肉是 要煮的时间 或者久啊 或者是带筋啊 或者是什么 是不能 不能做 他只有像 什么 我们说什么 吃饼啊 这个 什么齿仁啊 三花指 五花指 这在牛身上 都是一细条肉 然后就把它切出来 然后给大家吃 这是潮汕人 他特别特别精细的 一个 但是小青 你还是说说 你吃过的 最好吃的火锅 我其实 我更习惯的是 我们安徽的火锅 或者是中原的火锅 就是我小时候 吃过的火锅 它实际上是 把食材都做好了 放在里面 也叫 一品锅 对 也叫一品锅 也叫何家 何家欢 涮羊肉不前面啊 涮羊肉还是有点贵哦 涮羊肉的造价 肯定会比 普通的重庆火锅 重庆火锅当年 叫一拖三 对 这是什么意思 蔬菜一块 所有的荤菜三块 一盘 叫一拖三 现在还有四拖二的 四拖二的就是 蔬菜两块 荤菜四块 就是它是 羊肉做不到这点 它是那个 还有这个 重庆火锅过去 都是吃那下脚料 对 这是最重要的 都是你不吃的 您看刚才的 那个火锅的 这个图片 那是达官贵人家的锅 真正的火锅 也就一百多年 那是重庆 苦力 最早在江边 吃的这种 砸碎 但是中国人的智慧 恰恰就在这 他能把 没人吃的东西 把它变成 有人吃的东西 比如说 黄猴 黄猴你知道是什么吗 那当然了 是吃什么东西 不是猴管吗 你懂是 那啥 这是牛和猪的 主动脉血管 这还真没 但是呢 你如果直接吃 是不能吃的 它上面有好多层 要一层一层的撕下去 最中间的那个部分 才是脆的 才可以吃 要前面的手 手工是特别多的 再比如说毛肚 牛有四个肚 对 能吃的只是第三个肚 第三个胃 第三个胃 我们叫百叶 对啊 现在也有拿第二个 第二个胃来做的 就是我们广东叫金钱肚 金钱肚 也有涮的 但是呢 也有拿羊的第三个胃 来重述的 就是散单 您知道 这个北京吃爆肚 爆肚 这个散单 肚人 这个肚领 大梁 他都是 这都是每个口感 味道都不一样 比如说主人 就是马连郎先生 他就是一辈子就 好主人 就好这口 你不说 说别的都不行 那 这些东西都需要 反复的处理 要不然不好吃 功夫 这好像说 就是中国人特别爱吃火锅 你觉得为什么 火锅最简单的一个 一个道理是 它比较容易 开火锅店为什么多 重庆多 它因为成本低啊 大厨没有啊 没有大厨 不会闹矛盾 明白吗 有大厨怎么就会闹矛盾 大厨是餐厅最重要的技术力量 他要是跟餐厅经理 跟你的投资人闹着矛盾 你拿他们一招 火锅店成本是低的 所以火锅吃就 火锅等于是中国人的自主餐 电视台的主持人 大厨一走了 主持人一走了 那就要晚半天 所以火锅呢 不需要大厨 它的技术含量没有那么高 更重要的是呢 让火锅的人 把自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烫嫩一点啊 烫老一点啊 这个就会非常非常随意 大家觉得好像吃火锅 好像那个有点凑化 怎么就吃火锅什么的 其实火锅特健康 我觉得我敢打赌啊 就是现在正在看这节目的很多观众 肯定被这个蛀牙 有人被蛀牙和取齿 困扰牙疼 我这就刚做了牙 一天刷三次牙 很注意口腔味道 还疼 为什么呢 其实是这样 就是碳水化物吃太多 在这个旧时期时代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什么米饭 面条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 你当时小麦没有被循环 水稻没有被循环 其他的粮食没有被循环 我们这物种啊 叫咱们这物种 食谱中碳水化物的比例 其实并不高 脂肪蛋白质 纤维素这比例高 但是一万多年前那时候 农业开始 农业一开始 这可不一样了 这食物中碳水化物的比例 就猛然就上升 对 然后呢 这碳水化物 其实严格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东西 因为这个吃到嘴里之后 它会水解成单糖 单糖跟微生物一接触之后 产生有机酸 咱其实牙齿最外层 这个牙幼质 强度是非常高的 仅次于金刚石 在正常情况下 这牙齿绝对能 满足一生物需求 强却这知识 但是这有机酸 在这个有机酸 在牙齿上一附着 就把牙幼质全给毁了 佛洁岛特逗 您知道那个佛洁岛 今天属于治理西边 好几千公里 就那大石头像 大石头像 就这地儿 这地儿是全世界 注牙率最高的地方 曾经啊 就原来玻利尼西亚人 在那岛上 这是注牙率最高的地方 为什么呢 在岛上 因为它是一岛嘛 那个淡水资源就有限 那没渴的话 又没法喝海水 淡水又少 那怎么办呢 吃牧鼠 在岛上 一是吃那个牧鼠 二是喝那个甘蔗汁 就是那个田树汁 这里边 虽然解渴啊 但这里边 碳水药物含量特别高 那岛上 玻璃尼西亚人 14岁的时候 就看着烂牙 20岁的时候 几乎就没有正常牙的人 就是因为碳水药物太高 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问您啊 说当时呢 从前呢 香港一个美食家 到北京来请教 这个涮羊肉怎么吃 北京一个美食家呢 告诉他 就是涮羊肉 就是说 侯宝林先生 告诉他 说涮羊肉啊 就是一盘羊肉 下去 然后捞着就吃了 他就当时就特别不明白 后来又问了北京的 另外一个美食家 说涮羊肉 不是应该一片一片涮的吗 怎么能这么粗暴呢 他说 这美美食家说 那是因为太穷 才一片一片涮的 过去有钱的人家 都是一下整个扔进去 说那个 一片一片涮的 中间还要垫点涮 说解腻 就那么一点肉 解什么腻 所以我请教您 这个过去的这个涮羊肉 他真的加热 王石湘老人 或者朱家敬 他们涮羊肉 因为涮羊肉 这是蒙古人带来的 对对对 本身不是汉人的 这个涮口锅 本来是游牧民族带过来 这种吃饭的方式 就是游牧民族带过来 这是一个共餐制 为这个圆桌吃饭 是个很野蛮的吃法 咱过去一人吃一份 这多压 西餐就是分餐吗 分餐 我们过去 过去宋朝之前 没有方桌之前 都是分餐 我们不仅分餐 还分桌呢 感觉越来越野蛮了 我们那个分餐 还不是一人端一盘子分餐 是一人一个食桌 一人一个 这屋子吃那场 一人一盒 那就是一人一盒 现在北京也有一个 这么分桌吃的 你要愿意哪天 我带你去 吃的显得怪怪的 十个人站这么三百米 一大厅 想喊着说 文涛你这菜怎么着 喝口味吗 感觉是刘邦项羽 对对对 跟拍电影一样 北京是这样 我以我的经验 不说上面人 不说这些事 我小时候吃帅羊肉 第一 这羊肉根本不是机器切的 它不是冻过切的 它是没冻过切的 当时最牛的事 就是东南顺 它那个在寒风中 辣一天 三九天 在院子里切 让你看 因为大部分人吃不起 我看了 哪 就他说那特重要 哪有人一顿饭 就吃肉不吃别的 这鸡得有多有钱 是不是 这涮羊肉 在大风天里切 那羊肉不是冻着的 是半软状态的 我记得清清楚 那大刀刀 它刀法好 那一刀下去 刀后 云 因为咱家里 也从来没买过 那么大块的肉 轮不上你切 咱们过去 两毛钱的肉 那么大一条 你咱们切的 都歪七扭八的 对吧 他唰唰在那切 切完了一码盘 上去 你当然有钱 那胡拉全 葫芦进去了 就我说过瘾 就是这一块子 加十片 是不是 你穷人 你敢这么吃吗 羊肉太容易熟了 是不是 羊肉入水就熟 生着都能吃 抖一下 我们现在顺羊肉 真是岁数大了 还有日子过得太好 吃不下 刚开始能吃顺 八十年代 那时候留点钱 两斤是 我们去 那时候王硕什么都在 一进门 门口顺羊肉 一进去 一桌 一人二斤 十个人二十斤先上来 那服务员都愣着说你吃得了 我们说你甭啊 吃不着 你拿来 全吃了 真的 那二斤肉是实打实的给你二斤肉 对 全吃肚子里 羊肉这东西 你要年轻啊 吃多少都能化了 是 肉不成 猪肉吃二斤 就基本翻白眼了 还真是 就 为什么火锅吃的 就比一般的菜 吃的多 多 对 你要把那羊肉都炒了 你可就吃不了 没错 没错 刚才那个 马老师说的 那个 合餐分餐那事 我想这 挺有意思的 说错 您就这 没没没 这点没错 国家博物馆里头就有一个 类似于火锅的东西 但是那是明显分餐食用的火锅器 就青铜染气 它虽然上中下三个部分 这底下是一铜炉 可以放这个燃料加热 上边是一个 类似于耳杯的 一样的一个 一青铜结构 但汉人的时候 有类似于吃火锅的这么一概念 它不是说 今天把肉涮熟了 蘸着酱吃 那时候就直接把那个酱料 放在上面的染气里头 然后底下把那个酱料 给加热熟了 直接把那个生肉 在燃料里头 酱料里头涮熟 那时候那酱料都是燃料 那个燃字是怎么写 燃就是无燃的燃 燃料的燃 对 那时候管那酱料都是燃料 把生肉在这个燃料里 涮熟这种行为称为燃 但那时候大家都分餐 不在一桌上 我特讨厌 他说那个小青老师 那边肉涮好了 但他没注意 他跟马老师说话 我就趁机用两个手指头 把他那耳边里的燃料 涮熟那肉夹上来吃了 小青老师说 可是你这人怎么那么恶心呢 就这种行为 特着人讨厌 但是我把手伸进去 家人肉这种行为 被称为燃脂 燃脂就从这 这么来的 燃脂是这么来的 要不说燃脂是一扁一词 就是它是对别人的 那一种侵犯 一种骚扰 后来过渡到 这个对女性也叫燃脂 我在重庆 重庆原来有一个 特别牛的火锅店 叫冻子口 就在一个防空洞里面 开的一个火锅店 是一个画家开的 拿一个破蒲扇 那个这个人神奇 在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有人说 说老板这个味道不够浓 他就拿着一个蒲扇过来 到你的火锅面前 直接手指都就伸到 你的火锅里面 这也是一种燃脂 那个煮着开的锅 这里边透着不是外人呢 他这个老干这种事的人呢 他第一 他的耐烫 那我亲眼见的 过去的人 那时候过去都是煤球炉子嘛 煤球炉子红的烧的 那人就聊着聊着天 拿根烟 拿一个煤球 这全是老炮 谁敢玩这个 他就没事 他这个过去啊 因为我跟一些老先生去吃饭 你们看 那时候我年轻嘛 喜欢看他们吃 一到涮羊肉 那时候涮羊肉也算大菜 八十年代 刚改革开放嘛 请人吃涮羊肉 那老先生都是一请必到 因为没人请 吃的时候你就能看出来 谁贵族 王二乡 那当然 凡是讲究吃的人 对佐料特别在意 不讲究的就是 你看那就是 什么一外行 就吃一大概 像王二乡他们吃这个 调完佐料 没有一次会第一次成功 我觉得他是一个 白给你看是个程序 都调完了 拿个筷子一扎 扒一桌 加点韭菜花 其实都是说给你们大家看的 我就不相信能加那一点 这味能改多大 那个确实能改 对一个美食家来说 是确实 他就是要加点这个 干什么 没有一次你能调的 就是一次到位满意 是不可能的 他一定要走完这套程序 就是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也许说 这次不能老回回都 韭菜花 显得不专业 下回是来点蒜汁 来点什么 他就是每次要求 姜豆腐 他什么 他这个 每次要求不一样 但是他绝对不要一次调到位 每个人都调自己的 自己调的 后来那种就特土 就是本店的特色 就是调好了的 是吧 对 这就不行 好的火锅店 一定是自调 对 我自己调的那个 我没几筷子就吃完了 就用完了都 像东莱顺 之前 他每年有两个月以上的 那个歇业期 他在歇业之前的 十天到半个月 他会猛加料 那啥意思 就是你吃别的家里都没味 这是 这是 这个 好多老人的回忆录里边 都写的 所以说 而且我是在哪看的呢 在那个文革的时候 这个 批判过去的 就是会 坏招 坏招 这我倒也真不知道 就是说 你说 为人类的味觉 马爷 你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很好奇 就说古人 他是 他的美感 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美感 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是不是他 你比如说 茶 咱就知道 在这个唐朝的时候 他是茶 甚至像煮汤一样 里边还撒盐呢 对吧 这么 当个汤 这么喝 后来慢慢的变成了咱们喝这个清茶 就味道发生了 味道的审美发生了变化 那你说啊 这个菜 就是说古代人觉得好吃的 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人觉得好吃的 不是这样 我突然想起刚才那个小金老师 说的一话 就是说那个 这菜怎么能做得好 他说 这个味道在重点 其实呢 就是咱们那味觉里头 这辣 它跟别的味觉还不一样 虽然都说酸甜苦辣如何如何 跟其他味道一样 其实辣不是 辣 它的本质走的神经通路 跟别的那个神经通路不一样 辣走的是热和疼痛的 对 这就是为什么 你把手伸辣椒酱里 会辣得你手疼 但是你把手伸蜂蜜里头 它不会甜到你的手 对 这个其实它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但是辣的这种神经通路 它特别的强势 是是是 虫子火锅 然后一下这辣一下把其他所有的味觉 祖阁山河一片同 对 它非常的强势 对 辣实际是对味觉细胞的这个这个灼伤 是吧 对对对 它实际等于是这个玩这个自虐 玩SM 是吧 所以就嗨 这个你现在说的辣是辣椒的辣 那古代说辣是新辣 是新 新无味 这是明朝之前没有的 没有的 辣是一个最后 就是从食谱中算是最偏后的食物 凡是这种略带刺激的东西都会上瘾 对 烟也刺激 茶也刺激 包括花椒 对 花椒是原谅中国的 你第一 你这个你第一次喝茶 茶是非常苦的 很难喝的 没有喝苦茶 就说凭什么爱喝这个 就是所有能让你上瘾的东西 一开始都不会让你舒服 除了一个糖 糖是特别 糖是天然的嘛 糖是因为母乳是天的 小金你说这个火锅的这个料 比如说像这个重庆 这个成都 它讲新鲜吗 火锅料不讲新鲜 但是它要炒制的时间越长越久越好 所以舌尖里大家也看过 炒火锅料是一个最粗笨 最没有技术含量 但是最要功夫的活 什么功夫 就是炒 就反复的炒 要炒一宿 第二天这个火锅才会好吃 你火锅好吃与不好吃 不是那个 不是 他一定要先把这个香味 一层一层的炒出来 就是他多 马老师知道 老北京人炸酱面 一定是两次加热 卸了酱先蒸 蒸完了再炒 再炒酱 一定是两次 多一次烘焙的过程 多一次加热的过程 它就多一次香味的释放 这个做美食的总是这样 就是好多东西是时间 就是好多东西都可以工业代替 但是时间工业是代替不了的 那你说这个 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 当然我变味不太敏感 但为什么我觉得 我倒得到重庆和成都 哪怕甚至是他同样品牌的这个店呢 我怎么就觉得还是在四川的好吃 跟在北京的 就是重庆四川的好吃 对啊 对啊 北京的 他一模一样在北京开的 不不他改良 到哪都要改良 餐馆不改不改良 对 他要迁就 也太辣呀 辣度都要降 他要更标准化一些 就是重庆那个真的是很粗放的 重庆叫江湖菜嘛 对 就是特别特别粗放的 所以说 你们俩这总结就是说便宜 对吧 说中国人爱吃 便宜不是 还有一个是佐料啊 他咱们说了 那是 你要知道人的味觉系统 味道强的永远有遮蔽作用 就是比如说 最典型的就是咸和辣 人 你给他吃了更咸更辣的东西 他肯定再吃这个就会更加淡 淡而无味 之前的东西就会淡而无味 是 就是很多营销非常好的餐厅 我作为一个美食纪录片的导演 我就去采访 我说那你告诉我诀窍是什么 人家也非常 就是 手再重一点 那这个年轻人 他就是尤其是年轻人的口味 就是特别容易被这个给夺走 其实真正的美食的东西就会被忽略了 吃盐是 吃盐很容易上瘾 我现在就是口味越来越重 不好 要控制 刚才说的佐料 他说的这个是四川火锅的佐料 其实北京火锅当时全是靠这佐料 对 你知道这佐料中最重要是麻酱吧 你这麻酱你今天随便买 也不知啥钱 过去麻酱是定量的 一个月一两麻酱 不够你帅一回的 那时候在馒头上 那时候我们在馒头上磨麻酱 你们北方人就是麻酱 就是北京人说东西好与坏 在食物上 你就分得特别清楚 你比驴打滚 比如说豆汁 二花音的都是比较糟的 但是你芝麻酱没有二花音 这表示正重 正重 你比如说北京有一道菜叫乾隆白菜 乾隆白菜是什么呢 芝麻酱和白糖抹在白菜上 就觉得乾隆 芝麻酱太好了 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早餐 馒头抹麻酱再撒一层白糖 我也有一个同事 什么三明治 北京姑娘 他就说 他去加拿大了 说加拿大什么都好 芝麻酱没人调 芝麻酱得调 慢慢调 不会调 芝麻酱 对于一个北京姑娘来说 芝麻酱可以占宇宙的 都能吃的 你告诉你有一本书很有意思 老外写的叫上瘾五百年 我原来专门讲过这个问题 凡是能让你上瘾的东西 都创造过世界级的暴力 比如一百年前 你说这人牛逼干嘛的 唐王 玩唐的 玩盐的 盐商 现在说盐怎么挣钱 那一袋盐 我能吃半年 我这上哪儿挣钱去 盐商都是富甲一方的 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你上瘾 上瘾有两类 人是这样 人类是 依赖生存的叫食品 对经济 对精神依赖 然后对你身体没什么好处的 叫毒品 中间这部分叫饮品 饮品的上限 我们国家定为烟 再跨过一步就是毒品 有的国家把大麻给 合法了 合法 办合法 比如像美国办合法 有的地方 在什么范围内 受人监督下可以吸 也不许随便吸 那么下限是什么呢 食品和饮品的下限 就是盐 和糖 这里头中间的东西 你比如刚才说的 辣椒 辣椒也上瘾啊 你知道常吃辣的人 如果突然你断掉辣 他吃三天以后 他浑身难受 他说他非得吃那辣 出现了戒断症状 对 对 所以这些东西 都可能获取你巨大的利益 所以有一本书叫上瘾五百年 还有另外一本书叫 也是西门斯写的 叫甜的权利 你就看就是 就是甜和社会阶层 甜和这个经济利益 甜和殖民地 谢谢大家